乔某之后并未归还施主 而是利用钱包内的身份证 试出了银行卡密码 随即曲线7000元扬长而去 近日年过六旬的乔某 因犯信用卡诈骗罪受到了刑事处罚 银行监控视频显示 被告人乔某捡到钱包后 立即来到附近一台自动取款机前 利用钱包内的身份证信息 乔某一张接一张 不断测试银行卡的曲线密码 最终乔某碰巧试中了一张信用卡的密码 分两次从卡内取走了7000元现金 施主收到取款短信后随即报警 乔某很快被公安机关抓获 这次捡到人家的银行卡 想没钱用 就一直胡说就想发点钱 红口检察院经审查后认为 乔某的行为应当以信用卡诈骗罪 追究刑事责任 信用卡诈骗罪恰恰就是说 不是说你是骗了被害人 而是说是你实际上你这个行为 实际上是使银行受刑 你随意的试这个密码 然后银行给它设置了一个安全的保障系统 你去破坏卡 近日乔某因犯信用卡诈骗罪 被鸿口法院判处拘役三个月 缓刑三个月 并处罚金两万元 记者刘晨报道 在路边捡到钱包之后 并未归还施主 诈骗 破坏银行的技术 是诈骗 我觉得不应该是盗窃吗 诈骗 诈骗不是有一个人 使用虚假手段 这个不太理解 咱也不是搞法律的 不过这个老大姐真的是聪明 比我这个智商高多了 评论的朋友们在那里争论 是坏人变老还是老人变坏 我觉得争论这个东西 这个兄弟们 我都觉得疑似脑残了大半 争论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只能证明你信仰了暴力 还是普法吧 这个事大家都知道多了以后 可能就不干这个事了 事到以后老老实实还个人家 还可能给个红包交个朋友 是吧 如果是光棍呢 可能还可以认识个女富豪 多好啊 干好事有好报啊